沈女士这辆奥迪Q5L越野车是今年1月份在绍兴科桥保利德奥迪3S店购买的花了37万多 7月13号车子送去3S店做首次保养 还把在网上买的仪表盆钢瓦膜交给了工作人员 让对方帮忙贴一下 就是有一个膜我让他们说保养的时候顺便帮我贴一下 然后工作人员也没有说不给贴 然后贴完之后她也我也不知道是贴膜引起的还是保养期间引起的 就是当我保养完给我钥匙的时候 然后就发现那个启动了嘛发现里面屏幕裂了 沈女士提供了当时的照片 仪表盆屏幕出现了彩条 一开始他们说他们也不知道哪个环节出错了 然后经过三年之后说可能是因为贴膜导致的 贴膜的人的原因还是膜的原因 他们没有给我这么一个胶带 就只跟我说是贴膜导致的 他们给我的方案就是说给我修外修 他这里说五千 然后一人承担一半的钱这样子 我认为嘛反正我的车进来是好的 然后到开出来的时候 你在完好无损还给我就可以了 保养做的做到一半的时候 客户从车上拿了一张膜 仪表膜让我们切一下 然后我们作业人员告知我们不会切 这不是那个 然后客户说我买了你们四十多万的车子 你们连这个服务都没有 对吧 然后跟我们洗车那边的人员说 如果切坏了 那这个也不用你们赔 然后刚好我们贴膜的师傅看到了 那就帮他贴了一下 沈女士表示 他没有说过贴坏了不用赔这样的话 仪表盆刚化膜 是在天猫影翼车品专营店购买的 他之前没有将情况反映给卖家 记者把沈女士委托 3S店工作人员贴膜的情况告诉客服后 对方回复 刚化膜贴完 屏幕裂是肯定不存在的 因为刚化膜是静电吸附的 那屏幕为什么会坏呢 3S店方面表示 显示层断裂跟外力作用有关系 陈总监介绍 他们之前给客户的方案是 车子送到3S店的合作单位进行维修 客户承担2500元的维修费 他们再赠送客户2500元门店维修基金 接下来会向公司申请免费为客户维修 并跟客户保持沟通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